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电影市长夫人的秘密描述爱情和政治都是一场秀,破天荒跨界邀请市议员谢龙介为终极版QSO台语预告配音,在影片里全程使用道地古台语来介绍剧情,包括陶克兄,麦某做大酒等台湾谚语来形容陈乔恩与马志祥, 甚至出现过去志学赖清德的经典金剧《谁能载舟也能覆舟》,被网友封为耿王,向来以流利古台语问证的市议员谢龙介,被誉为政坛台语天王,在看完市长夫人的秘密后,还用台语素艳事事如其局局心,人情似是张张薄,若要人不知,除非锦莫为来下影评,被问及当初怎么会答应配音, 谢龙介说身边的人年轻人都很鼓励他,还开玩笑说只要不是A片都可以尝试 他表示一开始收到导演邀请时吓了一跳,看完电影觉得趣味又刺激,最喜欢记重席的安排,首次进录音是配音进一次OK,但求口气更完美,主动要求多录几个版本,非常满意成果, 导演连一起回忆录音当天,所有人都很期待成果,更表示自己一直很崇拜谢龙介的古台语讲得相当独特优美,有机会希望未来的每一部电影都可以在合作台语版预告 市长夫人的秘密5月11日在台上映,谢龙介为电影市长夫人的秘密预告配音, 威视提供电影市长夫人的秘密描述爱情和政治都是一场秀, 威视提供市长夫人的秘密终极版QSO台语预告, 威视提供市长夫人的秘密预告,